你今天看到了哪些植物呢? 如果想不起來不要緊 你不是特例啊 你只是植物芒 什麼是植物芒啊? 意思就是你沒辦法看到或注意到周遭的植物嘛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的大腦會將植物混回一潭 很難從視覺上進行分類 那又該怎麼辦呢? 這時就需要有超強辨別能力的植物控 植物分類學家出動啦 台灣有這種人嗎? 當然有 而且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 要是沒有他 大概現在就沒有台北植物園了 讓我們有請 精品量餐出場 西元1895年 日本為了有效統治台灣 開始進行各項科學調查 1905年 總督府開始調查全島植物 於是從東京帝國大學 靈學科畢業的精品量三 跑來總督府當技師 你可能會以為 這座小島的樹木 對於地大菁英來說 應該只是小case吧 恰恰相反 精品量三完全被KO 不要說研究木材特性跟用途 他連辨認樹種都相當困難 在擔任眾議員 荒川五郎的阿里山項導時 他根本回答不了樹木名稱 場面一度非常尷尬 欸 精品軍 這棵大樹叫什麼名字啊? 欸 喔 欸 啊 這個嘛 這個 這個嘛 為什麼辨認台灣的植物這麼難呢? 這是因為台灣氣候環境非常複雜 不僅地處熱帶亞熱帶交界 還有268座海拔3000公尺以上高山 能孕育溫帶寒帶的植物啊 什麼都有 什麼都長出來 什麼都不奇怪 不只如此 植物為了適應不同環境 他們的樣子也會不太一樣啊 像葉子可能會變大或縮小 造成辨認上的困難 為了擺脫窘況 植物控發標了 精品從最擅長的樹木解剖開始 針對大量標本進行系統分類 並分析樹種的地理分佈 他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在台灣樹木制 台灣有用樹木制 以及台灣樹木制增補改版裡 其中 台灣樹木制增補改版的內容最為完整豐富 精品還補充了華萊世縣的不足 什麼是華萊世縣呢 華萊世縣是生物學家華萊世提出的概念 它根據動物在地理分佈上的差異 劃分為兩部分 而兩區的界線就是華萊世縣 精品亮三發現 蘭嶼跟台灣的植物差別比較大 卻跟菲律賓比較像 因此主張應該在台灣跟蘭嶼之間 增加一條線來區分 回到台灣樹木制增補改版 這本書是用英日文寫成的 非常容易閱讀 是台灣樹木入門書Top1 在日本長銷40年喔 後來 精品更以台灣產樹木解剖學的研究 成為第一位獲得東京地大 林學博士的在台日本人 化尷尬為力量 終於成為台灣樹木的專家 精品亮三在台灣一共20年 其中10年都在擔任林業試驗場 及林業部的負責人 負責了三項主要任務 首先是研究台灣木材的可用性 例如怎麼做出超強火柴棒 試做實驗中 精品與永山龜舉熊 總共使用了26種木材 發現蜂仔樹、薑蒙樹 最適合製作火柴棒 第二 研究繁殖栽培樹木的技術 像是金基納樹的栽培實驗 金基納樹原產於南美洲 可以製作治療瘧疾的藥物奎寧 雖然精品在台灣首次栽培金基納樹的實驗結果並不理想 卻打下了重要基礎 第三 展開台灣植物的調查 在精品指導下 左左目瞬一開始深入台灣各地與高山採集植物 製作標本及鑑定命名 並進行御山植物採集調查 及台灣藥用植物調查 這就是台灣植物大命名時代 光是精品發表的新植物就有20種 像燕紅露子百合、菱形奴草、進水銀石粒 最後精品還催生出了台北植物園 精品認為當時的台北苗圃 不用刻意移植外來的觀賞植物 而應該栽培本土植物 因此他改變了苗圃的經營目標 進而變成了現在的台北植物園 1928年金平亮三辭掉台灣總督府的工作 回到日本擔任九州地大農學部教授 其實在台灣時 他就曾多次出差考察南洋 研究到熱帶靈學 出版了熱帶有用植物誌 到九州地大後 他又到南洋調查了4次 隨後發表南洋群島植物誌 書中修正加羅林群島的華萊士縣 因此接連獲得日本學界最高獎項 成為日本近代熱帶靈學權威 1943年金平轉往印尼 擔任貿物植物園蠟葉館及圖書館館長 二戰後回到日本享年67歲 金平亮三趕上日本帝國與植物的熱戀期 從因應台灣總督府殖民方針 拓展台灣近代靈學 到日本南境擴張的需要 開啟熱帶靈學研究 他的學術成就 是當時的里程碑 也深深地影響了後世